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介紹一下這個老爺車 冷氣要如何變冷的方法 好 我們現在來看到這個中控台這邊 這一個調節溫度的這個旋鈕 冷跟熱 那運作原理呢就是因為這個 你把它轉到熱的時候呢 這邊會有引擎的熱水管 然後帶熱風過來 那你把它關到這裡的時候變冷 就是說它把熱的風變少 冷的風變多 那老爺車呢因為久了以後 它那個冷熱的隔板 裡面的那個材料 就是閥門已經老化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完全把這個熱氣遮住 所以就算你開得很冷的話呢 熱氣還是會一直漏過來 所以會被人怎麼吹都不冷 事實上你的冷氣是很涼 但是呢就是因為受到熱氣的干擾 所以你冷氣一直都不冷 那有一個辦法如何解決呢 我們可以把熱水把它關掉 那有的人是用把它剪掉的方式 就是封掉 但是那樣的話就會變得沒有暖氣 好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們裝個閥門 OK我們現在來到引擎室了 好 那每款車不一樣齁 那以這款車來講的話呢 這個是引擎的那個水管 好 那這一條 這一條是接到 接到這個暖氣的部分 那這條管子呢 原本就跟這條管子一樣是平淡無奇 就是正常管子 那這管子呢 我把它拆下來之後 然後接了一個這個開關 我把這個弄開一點 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 接一個這個銅頭的開關 那我在這個水管的中間呢 我把這個切斷 然後加在這個銅頭的開關 銅頭的開關之後呢 這是有一個 你看我這個拔柄 這是關起來嘛 這是打開 好 打開的時候呢 熱水就可以從這邊經過 所以裡面的暖氣加熱氣就會變熱 那我把它關起來的時候呢 熱水就不會經過 所以暖氣 加熱水就不會變熱 所以呢 當我在裡面的那個開關 就算它有漏熱氣的形形 熱氣也不會熱氣散出來 所以冷氣就可以變冷 那我們現在來實驗看 好不好 我現在夏天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關閉的狀態 關閉的狀態 那我們先自己開看看 那待會兒我們再試試看 把它打開的話 看會如何 好 好 現在我們過來看看吧 我現在是風速調到1號 然後冷氣開始調到最冷 那你看喔 現在是大概11.3度左右 好 那我們 我們接下來就試試看 把那個熱水把它打開 看看會變怎麼樣 OK 好 那我們現在試一試看打開的狀況 好 打開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這個 這個發門把它打開 好 好 我們現在開一段時間了 我們來看一下變怎麼樣子 好 目前 水溫正常的狀態喔 91度而已 那我們現在看看 冷氣調到最冷 風量是1 然後 熱水閥打開的狀況 現在是15.3度 15.4度 好 所以呢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 我們把熱水閥 增加一個熱水閥 把它關閉的這個改裝 是有效果的 所以說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趕快試一試看 很簡單 就在 暖氣的熱水閥那邊 熱水管那邊切斷 加個銅頭熱水閥 兩邊豎起來 就這樣子 夏天關起來 冬天打開 非常的簡單 趕快來試一試看吧